哈喽哈喽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小鸟阅读一起来听故事哦 不知道小朋友有没有听过一个邂逅语 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很有趣哦 我们来说故事之前先认识一下这句邂逅语吧 每当过新年当你遇到家人亲戚朋友们 大家都会互相道贺恭喜新年 我们称作拜年 而黄鼠狼也要给鸡拜年吗 哇小朋友你可以思考看一看哦 大家都知道狼是吃肉的动物 而黄鼠狼因为身体棕黄或橙黄色 所以动物学上称他为黄幼 主要生活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 或是西藏啊 泰国 冀州岛 库越岛 台湾 欧亚大陆等等 很多地方都是有分布的 主要他是以镍齿类动物为食哦 他也会偶尔吃一些小型的哺乳动物 鸟类 两栖爬行等等动物 那么既然黄鼠狼他吃肉呢 那他又真的真心会跟鸡是好朋友 去给他拜年道贺吗 刚刚小朋友想到了吗 嗯 对 当然不是哦 原来啊 这句话是形容一个人不怀好意 别有居心或者有其他目的的意思啦 比如说当小明 他突然对你大方起来耶 他请我吃了大餐 哎哟 依我看啊 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没安好心 肯定是背后有什么目的吧 那么这句话小朋友都记起来了吗 下次遇到别人不安好心的时候 你就可以想一想 黄鼠狼给鸡拜年这句些后语哦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 黄鼠狼与鸡的一所预言故事吧 一所预言 黄鼠狼与鸡 大家都知道 黄鼠狼非常的爱吃鸡肉哦 因此鸡十分的提防黄鼠狼 不让他有鸡可乘 也因为这样黄鼠狼已经好一阵子 没有吃到可口美味的鸡肉了 每次一想到美味的鸡 哇 他就忍不住流下口水 快想着希望有一天可以配上我的奶茶 把烤鸡肉喝啊 来 这一天黄鼠狼听说鸡 哇 生病了呢 心里想 哼哼哼 太好了哦 哼哼 这下是我的机会来了 哈哈哈哈 黄鼠狼去见了医生的白袍啊 听诊器 他做什么呢 小朋友知道吗 啊 原来啊 医生穿了白袍 听诊器 还要拿着一个医护箱呢 他想要假扮成医生的模样 哼哼哼 来到鸡的家门前 非常热情地喊道 呵呵 你好玩 听说你呵呵 身体不舒服 我 我是来替你开病的 虚弱的鸡啊 从门里往外看 哎呀 怎么是只黄鼠狼呢 当他知道是黄鼠狼以后 冷淡地说 不必啦 只要你离开这里 离我远一点 我就不会有事了 哇 真聪明的鸡呢 小朋友你也可以像鸡一样 遇到了危险事情 临危不乱 沉稳正确地处理眼前面灵的问题 而不被事物的外表所蒙骗呢 就像故事中 疾恶的黄鼠狼 假扮成一声想要骗过鸡 而聪明有智慧的鸡 不让他有机可乘呢 文后猜一猜 动动动脑时间 第一题 黄鼠狼爱吃什么 一 树根 二 蚂蚁 三 鸡 正确答案是 三 鸡 第二题 黄鼠狼装扮成医生 去鸡 家里是为了 一 真心给公鸡治病 二 探望好朋友 三 把鸡吃掉 正确答案是 三 这篇故事中 小朋友你获得了什么启示呢 一 学姬 吝啬当朋友 二 学姬 临危不乱的精神 三 冷漠对待 关心你的人 正确答案是 二 以上三个问题 你都答对了吗 我的故事 今天说到这边 谢谢您的订阅 和持续的关注小鸟阅读 一起来听故事 我都有看到哦 而我的故事目前增加到一百集以上了 也相信从我从第一部到现在 持续阅读的小朋友们 应该也收获良多了 如果你也喜欢其中的故事 也非常欢迎你 大声朗读出来 给爸爸妈妈听 甚至你也可以把简单的录音档 或是画画寄到我的信箱哦 让我也可以听到 你学到了哪些故事了呢 期待小朋友们的分享 让我知道你进步许多哦 好了 希望这一则故事对你有所帮助 也希望小朋友们会喜欢哦 那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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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y bwd6 by bwd6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